好,你要去修改這個版型呢 你不能直接這樣修改 你必須到你的飯本這裡 飯本這裡,這樣了解齁 那有一個叫做備份和還原 點一下 它有下載完整的飯本 就是說你的這個飯本如果說不想動的話 你可以把它點一下,下載下啦 下載下啦 那檔案呢 它跟你選擇要一個檔案 選擇要一個檔案傳上去 那它的檔案不是整個都傳上去喔 你可以把它解壓縮開啦 那你可以看一下 裡面有一個叫做 XML的,有看到嗎 XML的 好,那我們要傳的就是這個 這一個 最底下這個XML這個 這樣有看到齁 那這個好像也可以有看看 好,我就把它傳上去喔 點一下 選擇檔案 選擇檔案 然後到你的桌面 這個,然後選擇這個 我先選擇這個看看好了齁 好,開啟 開啟 按上傳 這時候呢,你可以看一下你的 預覽一下 它就幫你晃過來了 有看到嗎 晃過來了 你選擇這個好了啦 你選擇這個 備份 然後選擇這個 底下這個 這樣了解嗎 你不要選擇這個 你看你選擇這個的話 它會沒有 中間這個Banner 這樣了解嗎 那你選擇這個的話 你預覽看看 那中間就有這個Banner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 你就是選擇 備份 選擇檔案 最後一個 這個了解齁 檔案 上傳 好